他是活影中最爱钱的人者 活影中并不缺少爱钱之人 但角度是这些人中最特别的影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金钱都只是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 例如刚手是为了赌博 自来也是为了爱好 大蛇丸则是为了科研 只有角度最为特别 他爱的是钱本身 可能因为角度早年间曾被龙影村背叛 因此在角度眼中只有金钱值得信任 这也是角度爱钱的根本原因 他与飞断组成了小组织中的不死二人组 两人一样 一起谋财害命 虽然角度是个纯粹的恶人 但他的实力几乎全能 智商 体术 忍术都是顶尖 甚至还能充当奶妈的角色 用帝愿鱼的黑线帮助飞断和迪达拉缝合断织 帝愿鱼让角度拥有了夺取他人心脏的能力 五颗心脏代表着五条命 也代表着五种盾数 当这些忍术全部集中到角度身上的时候 角度已经拥有了隐级的实力 角度与牵手住间一样出生于动乱时代 是龙隐村的顶级精英上方 虽说龙隐村并非五大忍村之一 但却是五大忍村之外唯一一个拥有尾兽的忍村 元气大伤后还曾灭掉了阳岩村 由此可见龙隐村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在那个忍村制度刚刚确立的时代 每一个忍村都渴望获得更大的力量和力 但只要牵手住间还活着 那么就没有人能动摇忍界的平衡 为此 龙隐村的长老们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 那就是杀掉住间 只要住间一死 牧业必定陷入大乱 龙隐村就能趁着这个机会入侵牧业一举成为忍界最强忍村 不得不说这个计策非常合理 只是有一点小瑕疵 那就是没有人有能力成功刺杀住间 龙隐村的高层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角都执行 角都作为忍者 只能听从高层的命运 去执行这个有去无回的任务 不出意外的事 角都的暗杀计划失败了 幸好住间并不是什么弱魔 相反他很关心小忍村的发展 认为龙隐村想要培养出角都这样的人者并不龙隐 因此并未为难角都 将他放回了龙隐村 住间可以原谅角都 但龙隐村的高层却不愿意原谅角都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判定角都有罪 将他关入大牢 等待角都的僵尸死亡 角都当然不会接受这个结局 在信念与身体同时遭受打击的情况下 角都决心反叛村子 他成功越狱 偷走了秘书帝院渝 还将村中的高层杀光 自此角都离开龙隐村 成为了一名判人 放弃了曾经的村子 亲人以及朋友 角都的遭遇让人感到同情 虽然日后的角都干了很多坏事 但现在角都更像是一名受害者 如果角都在暗杀失败后就留在牧业赎罪 也许他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离开忍村的角都并未就此消沉 他很快就找到了人生追逐的新目标 那就是金钱 同伴会背叛他 上级会背叛他 但是金钱绝对不会背叛他 角都成为了一名赏金猎人 专门猎杀那些有着高额悬赏的强者 数十年来 角都的手上沾满了被害人的鲜血 但是同时也积累了海量的财富 时间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拥有秘书帝愿于的角都并未受到岁月的影响 实力不输当年 还因为积攒了更多战斗经验而有所提升 正当他志得一满之时 两个不速之客出现在角都面前 这两人身穿袖有红云的黑色长袍 邀请角都加入自己的组织 角都一心只有赚钱 给别人打工的效率怎么都比不上自己单干 因此直接就拒绝了佩恩的提议 两人大打出手 最终以角都的落败告终 在天道的实力面前 角都深知自己无法与对方抗衡 他只能选择妥协 同意加入小组织 不过角都在小组织中过得还算书信 虽然不如以前自由需要执行一些小组织的任务 但佩恩将组织的财务交给角都管理 让角都在人生中找到了新的乐趣 以前他只是一味地赚钱 现在他还能管钱了 唯一的问题是小组织给他安排的搭档不太合格 角都非常不满意 杀了不少搭档 为了让角都不再频繁更换搭档 小组织为他挑选了一个特殊的搭档 那就是来自汤之国的飞断 这个忍者怎么都打不死 既适合与角都组队 也能为小组织扩充战斗力 是上天为角都挑选的搭档 虽然飞断的破坏力很差 但他那诡异的死死瓶血 几乎可以解决掉所有第一次碰到的因 而且飞断的不死特性 让角都在战斗时可以放开手脚 无需担心伤到队友 这种战斗模式给不少敌人意外的惊喜 让他们吃了大亏 小组织逐渐成型后 佩恩颁布了小组织最重要的任务 捕捉所有伟兽 飞断与角都两人负责抓捕七尾虫鸣和二尾猫用 七尾的人助力福在参加完新中人考试后返回龙影村 他与两名队友察觉到了有人在追踪自己 找了个合适的地形后等待对方露面 追踪者是角都和飞断两人 他们俩实力远超龙影村三人组 光明正大的在福面前出现 面对七尾人助力 两人没有任何畏惧 飞断还抱怨不能杀死人助力非常麻烦 角都作为龙影村判人 在龙影村中非常有名 福见到角都后立刻认出了角都 还说出了角都当年的事件 福的两位同伴被角都的身份吓得腿软 福却毫不畏惧 反当是提出想和角都做朋友 在福这种开朗少女的眼中 角都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人选 角都拒绝了福的提议后双方展开了激战 遗憾的是剧情中并未展示 福与不死二人组的战斗过程 只知道他被角都飞断两人活捉 最终因尾兽被换龙九封镜抽走而死 解决掉福之后 他们找上了第二个目标 二位猫幼的人助力游牧养 这是个非常棘手的敌人 他是能够变为完全踢尾兽化的完美人助力 不仅本体实力强大 还拥有极高的战斗智商 他假意示弱 将角都和飞断引到他计划好的地方 随后进行尾兽化准备反杀 巨大的猫爪仿佛要将角都撕碎 但下一秒游牧人已经被钉在了墙上 他的战术不错 但他挑错了对手 这种战术适合对付那些攻高防低的刺客型忍者 对于角都和飞断这种近乎不死的敌人而言 偷袭没有任何意义 袭败游牧人后 角都和飞断完成了小组织指派给他们的任务 但角都表示他们还有新的任务需要完成 那就是前往木叶抓捕九尾的人助力悬窝名人 飞断在角都的带领下来到了火之国 但角都带路却有些问题 他们两人来到了一座寺庙门前 哪怕是飞断这种比较迟钝的人 都开始怀疑九尾是否会在这种地方 当火之四的大门打开后 飞断才意识到自己被角都当成了工具人 角都这一次的目标是守护人十二世之一的地路 在飞市中地路的悬赏金高达三千万 角都早就想用地路的人头去换钱了 飞断虽然意识到自己被角都耍了 但在这种时候闹内讧只会死得更快 他和角都两人联手对战地路 地路作为火之四的主持并非弱者 他被誉为仙族之才 他的招式来迎牵手杀能将查克拉凝聚成牵手观音 当牵手观音遇到攻击时则会升级成怒目金刚 简陋版木人大幅轰出无数拳头 将角都和飞断双双击飞 但下一个镜头中 地路已经倒在了地上 这是飞断的结果 他的死似瓶血诡异至极 初次见到的敌人很容易中招 角都背起低路的尸体 前往幻金锁换取赏金 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 幻金锁设置在了厕所中 角都只在乎钱 对这环境没什么意见 但是飞断对此非常不满 他无法忍受幻金锁内的气力 提前在外面等角都出来 与此同时 古代木火影刚手得知了火之四的情况 派遣大量忍者小队前去搜索角都飞断的位置 最终阿斯马小队在幻金锁门前找到了飞断 对飞断发起了袭击 正当飞断落入下风之时 角都突然出场 打断了路完的影子模仿术 随后发现带队的忍者 居然也是守护人十二世的成员 而且赏金比地路还高 角都大喜 称赞飞断与钱有缘 给他带来了不少财富 飞断却告诉角都 他想要独自解决敌人 赏金直接留给角都 角都对这个建议非常满意 对角都来说金钱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他提醒飞断千万不要打坏阿斯马的脸 不然就没办法换去赏金了 飞断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他的死死瓶血被路完试破 路完用影子将飞断从阵法中拉了出来 重伤的阿斯马用查克拉刀将飞断的头切了下来 到了这个情况 角都不得不出手 他用地愿余的黑线将飞断的头颅缝了回去 把重伤的阿斯马留给了飞断队人 自己同时应对路完 出云和钢子铁三人 对于角都来说 这三人都是经验不足实力很多的年轻人者 完全不值得借口 这给了出云与钢子铁出手的机会 他们两人搭档多年配合默契 出云从口中吐出了水盾水衣拿圆 水衣有极强的粘性 能粘住接触到的物质 同时钢子铁用卷轴通灵出像贝壳一样的巨大棍袍 将它扔向了角都 角都以为自己能轻松躲过二人的攻击 但这只是用于迷惑敌人的诱导攻击 钢子铁的武器钻入地下 随后从角都背后的地下钻出 再度飞回钢子铁手中 角都准备防御 却没想到水衣顺着地洞从角都身后将角都粘住 这一招很像是录完在中人考试期间控制手居的招式 这两人大概是中人考试期间学会了这套战术 但角都只有脚被水衣粘住 他的手并未受到影响 他解开了地苑鱼的缝盒 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怪物般的地苑鱼形态 用触手将触云和钢子铁牢牢缠住 另一边 飞断也解决了重伤的阿斯玛 阿斯玛弥留之际 木叶的支援小队姗姗来迟 井也拼尽全力也无法治愈阿斯玛的致命伤 在向猪鹿蝶交代完一言后 阿斯玛刻然离世 支援小队带走了阿斯玛的遗体 角都本打算追回能换取高额赏金的遗体 但他突然收到了佩恩的传音 让他回去封印尾兽 角都只能听从佩恩的命令 暂时放过了木叶的忍者们 他并不打算放弃阿斯玛的尸体 踏上了寻找九尾仁助力 以及阿斯玛遗体的人 他们在找人也有人在找他们 卡卡西带着猪鹿蝶三人前来 寻找不死二人祖复仇 露丸先发制人 用影子模仿术成功控制了角都和飞断 角都起初并没有在意 他将自己的一颗心脏分离出去 打断了露丸的影子模仿术 还用自己的身体硬钢钉刺的肉蛋战车 在角都看来 一切物理攻击都是无效的 但打脸来得太快了 卡卡西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绕到角都背后 用雷切贯穿了角都的胸口 杀掉了角都的一条命 看着倒地的角都 卡卡西再次使用雷切 打算一次性来一个双杀 但角都却一脚将卡卡西踢飞 这出乎卡卡西的意料 难道是情报错了吗 拥有不死之身的其实是这个龙影村的派人 卡卡西意识到这两个敌人可能都拥有不死之身 角都将小组织的制服脱下 露出了自己那特殊的身体 从身体中分出五个塞着面具的怪物 其中的蓝色怪物直接倒了下去 这颗心脏抵消了卡卡西刚刚造成的致命攻击 这就是秘术地怨鱼的能力 如果地怨鱼仅仅是让角都多了四条命的话 那还不会非常棘手 但地怨鱼让角都能够同时使用多种属性的盾数 而且每一种属性的忍术都有的天灾般的破坏力 即便是精英上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地怨鱼能够夺取目标的心脏 寿命 还有属性忍术 这仿佛是几名强者在联手战断 给卡卡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 角都的体数也非常强大 能同时压制多名敌人 如果不是因为卡卡西是雷顿忍者 能够对角都造成伤害 那么这一战角都会赢得非常轻松 露丸深知这两个不死的怪物联手有多么可怕 他将飞断引诱进森林中 由卡卡西和锦叶钉刺对战角都 角都对此表示赞赏 他称赞牧业忍者们的实力虽然不行 但判断力非常精准 看出了自己是个顶级强者 他还提到了自己暗杀出弹火影的事件 这让卡卡西等人大为震惊 角都将封盾与火盾的心脏合体成了一只新的怪物 在封属性查克拉的配合之下 火盾得到了质贬 卡卡西的水盾无法阻挡如此猛烈的攻击 角都趁机偷袭卡卡西 用地愿于将卡卡西缠绕并按在地上 此时的卡卡西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角都打算夺取卡卡西的心脏 用来填补自己失去的那颗心脏 正当他准备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时候 他的胸口传来一阵巨痛 这是露丸的计策 他让卡卡西在偷袭角都时偷取角都的血液 露丸与飞断战斗时甲义被飞断划伤 实际上是用针筒将角都的血喷洒到了飞断的武器上 就这样露丸坑死了角都的一条命 但这依旧无法杀死角都 只要角都还有一颗心脏 那么他就不会死亡 角都用雷盾心脏将自己复活 并解开了身体的缝合部位 与火盾心脏和风盾心脏一同组成了一个怪物 地下的触手将卡卡西三人困住 本体则是准备使用复合人法解决掉这几个敌人 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卡卡西是个棘手的敌人 比起夺取卡卡西的心脏 解决掉卡卡西更加重要 此时卡卡西准备冒着生命危险使用神威 虽然自己可能会因查克拉耗尽而重伤 但他必须保护好丁刺和警员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木叶的援军赶到 明人与大河联手使用的风水组合忍术 挡下了角度的攻击 卡卡西终于松了一口气 明人刚刚学会了新的忍术 正好需要一个强敌来做新忍术的试金石 角度不幸成为了风盾螺旋手里剑的第一个敌人 随着明人搓出一颗风盾螺旋手里剑 周围观战的警野与钉刺都被此处尖锐的神明影响 角度也开始不淡定了 角度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术 似乎蕴藏着极强的破坏力 角度多年的战斗本能告诉自己 绝不能被这一招击中 可角度在明人影分身的阳攻之下 没能挡住这一招 万幸的是 这一招在命中角度的前一刻消散 角度趁势发起反击 大河与卡卡西两人联手救下了明人 风盾螺旋手里剑只能维持几秒钟的时间 而且无法丢出 面对角度这种体数高手 明人很难命中对方 明人考虑好了战术后再次搓出丸子 并让自己的影分身攻向角度 这次角度不打算搭理明人的影分身 准备直接杀死施术者 角度成功将搓着丸子的明人杀死 但角度没想到的是 这居然只是一个影分身 明人将自己的本体当作诱饵 从背后靠近角度并重新搓了一个丸子 角度反应过来十为十一晚 明人的丸子成功击中角度的身体 查克拉仿佛万千把利刃切割着角度的身体 将角度的地院与心脏一同毁灭 昔日的不死强者如今只能趴在坑中 就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角度不甘心败在明人这样的小鬼手中 卡卡西为角度补上最后一刀 他评价角度是一个无法跟上时代的老旧场 随后第二次用雷切贯穿了角度的胸膛 这一次角度彻底失去了生机 无法再用秘术帝愿于复活 第四次忍戒大战期间 角度被惠图转生 再度遇到了朱露蝶三人 他细心为朱露蝶介绍了其他被惠图转生的人者 其中有刚手的恋人加藤段 以及朱露蝶的老师阿斯玛 在这一战中 角度展示了夺取心脏的过程 不过最终还是被忍者联军成功封印 角度惠图转生后只考虑了飞断的处境 并未关心过自己的钱都怎么样 大概是他猜到了自己的钱 会被小组织剩余的成员挥霍一空吧 至于角度这一生到底攒了多少钱 永远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了